好了 我们家雷福已经迫不及待了 来 走走走走走 哇靠 哎呀 慢点 慢点 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周边的环境还下着萌萌细雨 来 雷福我们往那边走 对了 往那边走 雷福 这里就是沈家门渔稿了 好哥以前经常来这里 但是现在船都开了 你看 这里有点吵 下次不来这里了 这个是去哪里 东极岛的一个客船 准备怀进去 很酷 哎呀 洗碗机里拿出来的碗就是不一样 趁压 趁压 就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 我的心在顺动 当我想你的时候 累穗也悄悄地画画 当我想你的时候 才听到说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 最评我 俗说 我都醉過 也為你不和 愛情如此地折磨 教練你為什麼 麻煩你折磨 我曾經歷你折磨 你要我如何貼心 就這樣讓我想你的時候 我的心在感動 當我想你的時候 淚水也悄悄地換我 當我想你的時候 才知道寂寞是什麼 當我想你的時候 誰憑我付書 大家看一下早餐弄好了 然後再拿個面包就可以了 等我這裡的一個高角燉到了 我就可以在這裡吃飯了 這是我來的時候 我老婆給我準備的 美好的一天又開始了 下面墊子的 下面因為這個有點套 所以放一個這樣的墊子 大家看一下 這才叫保持生活 空間大了 你住在裡面就舒服了 你就不會覺得壓抑 你擦時間出去旅行 你也不會覺得很累 所以自己要對自己好一點 我覺得 旅行有時候時間擦了也會很累 你只要住著舒服了 你玩的精神就更有 精神狀態就更好 好了 麥片吃起來 朋友們 好了 郝哥的這台車 賣給一個這家的車友了 因為這個周山牌估計 郝哥也不要了 因為郝哥有兩台周山的車 所以未來一直生活在上海 所以這個車牌基本上就不要了 打算也放棄了 郝哥還有一台跟了我更差時間的 一個車牌 所以這個車牌有點名氣老 但是還是沒辦法放棄吧 跟我老婆殺了一下 還是放棄保留一塊就夠了 因為以後就生活在上海了 這給大家看一眼這款車 好了陪伴我10個月的B型車 終於給大家找到一個新的主人了 下午呢 雅國老師要過來 所以說他這次過來呢 還會帶一個拖掛過來 有一台拖掛 有一個C型房車 那昨天呢 我這裡認識的一個車友也是拖掛 所以說我們有四台車 兩台C型兩台B型 所以要給他去找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要不我昨天晚上那個地方有點吵 空間也太小了 所以我現在要出去找好的一個地方 好了我們走起來 大家看一下這個景安是漂亮吧 這個新造的一個一條岩稿路 周三的最中面的一個一條路 還得照 基本上沒什麼車 大家看一下 我在前面GoPro沒裝好 只能拿著手機給大家拍一下 按他的相機給大家拍一下 這環境可以吧 大家看一下 哇下面 看一下 哎呀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停車的地方 我一台車沒問題 但是車多三十台 特別拖掛車根本就不好停 自行室就好停 這環境還是可以 你看下面還可以下去 你看這個地方還可以下去 還可以下去 這個地方還可以下去 好了我一般停車 可以下去給大家拍拍 這個車開不下去 好了我就不過去了 今天我要去吃中飯 下次我站在摸索這條路 其實我一台車就可以停在路邊的休息區 因為這裡基本上沒什麼人 而且這個地方還可以走下去 大家看一下那邊有個地方可以走下去 下面有點類似於那個小沙胎一樣 大家去看一下 這裡環境還可以吧 兩三台自行室沒問題 但是拖掛停不了 因為今天有兩台拖掛 兩個自行室這裡停不了 大家看一下 這裡可以下去啊 不會有收費啊 那邊大家看一下 那位地方可以下去 這個有點小 小沙胎啊 這不是沙子啊 石子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地方還是可以 我以後就停在這裡了 大家看一下 這個前面就是浦多山啊 這個地方就是浦多山 完全還可以 哎呀 我又找到很好的駐車的地方了 要不往前面就走走